二零一七年新加坡牛車水 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舉行了開幕典禮 以及亮燈儀式 主辦單位 邀請了新加坡總統 陳慶妍為儀式主持剪彩 而大批的觀光客和新加坡民眾 紛紛湧入 共同迎接 經濟年 亮燈儀式前 財神園拿著元寶樣式的盒子 在大街上發糖果 小朋友爭相握手 拿金幣 外國觀光客也提前 感受到華人過年氣氛 來到這裡我很開心 因為今天很熱鬧 很多人來 我們今天來祝祝新加坡新加坡 我家人 長達一個多月的新加坡牛車水 金生區農曆新年慶典活動 舉行亮燈與開幕儀式 主題為經濟報喜迎新春 失誠歡騰慶豐年 地點在漁東玄街 與新橋路大道上 街頭巷尾到處 可以看到以機圍造型做的燈飾 數量達五千五百個 每不升收 搭配播放新年歌曲 現場洋溢著濃濃喜氣 牛車水金生區集選區國會議員 梁莉莉 與公民諮詢委員會主席 陳祖坤 分別以中英文致詞 主辦單位也依照往例 邀請新加坡總統陳慶妍 為活動剪載 並頒發感謝狀 給所有贊助者 感謝他們的貢獻 在倒數針中 貴賓們拉下紅色布條 活動正式開幕 暫時不斷響起泡竹聲 熱鬧極樂 一事過後 接著新加坡以及來自杭州的團體 陸續進行精彩 且具有年味的舞蹈演出 舞者們以團隊精神 以及別出心裁的風格 和遇會者共同迎接農曆丁有紀念 臺灣紅烈視張詩慈 新加坡採訪報導